要揹著頂磅 但賽前又跳足又拍 很少可見報名跳馬都要捱後個人 那隻馬都很好火氣 反而我覺得讓他試一課 對於這隻有少少重口的馬來説 是一個很好的溝通來的 就是人馬 那這隻近期准得這樣 飛一即二你怎敢飛起它 不過始終我的磅真是 再考驗了 因為有實力的馬也負磅比較輕 但他兩邊兩第二都繼續保持三班 因為每次都贏得不多 那看一隻二號連連有型 那進步方面他又… 我覺得又停下來的了 可能他進程是差不多的 跑了一點點形勢 那你看他跑馬地如何 因為沙田找阿忠義禮選榜幾場 都是第二 走圈他是挺聰明的 一路都吊著那隻躍進自己 他都挺精神的 但跑法上他真的比較局限 如果有馬一塞住他 他自己不能夠單騎領放 他就當時沒有那麼好的 那你全龍區照計 上次好的不會突然間留住 所以可能他有少少難度 也未必能留住那隻馬 也有點急 但連連有型 谷襲他當然贏得到 這麼有速度 試試過來這邊跑 看看又怎樣 外擋都沒辦法 你沒理由捉住他 這隻馬也有口 沒錯阿田泰安 也很熟悉他的性能 這隻紫雲兵三號 拖出來 這把紫雲兵都很精神逆逆 是阿康那點 希望他的閘箱 不要養成一個懷閘 萬閘 曾經可以跟前 但也跑得很重要的馬 沒錯 照計如果你出閘順利 這隻紫雲兵 守住四至六位 他都很好跑 這隻紫雲兵 都是銳開的馬 那他過來谷楚這邊 那個把握性 當然比泥地更加證明 今天他都 排個檔不差 如果出閘順利 都不用留到很後 馬房 今天就贏過馬騎司 真的只有兩個第四 霍宏昇 之前跑兩隻方家拍馬 都有點飛 跑這隻他很好吃 對 這隻沒掉過三格 對 七次都在 看看另一隻快馬 爆的全龍驅 上一次 換了一些配備 新鮮感覺來跑馬 那天的偏差也是很嚴重 那天的A難 放在前面是很好處的 一天來的 健康就不穩定 一季不是跑到很多馬 我記得他上次行圈 加上眼袖的馬是有點急的 結果出來的形態 他都不太拉得到 一尾有他走 但回來 他又勉強頂著第三 今天行圈 他還定過上次 這些馬 不行 這些是北半球馬 希望適應了 有些轉機 最重要是健康 正常 跑出賽排率 沒有說真的隔得太遠 4號 張登傑彩 其實狀態已經好一點了 張登傑彩 但經常都是排檔 都未說很快 配搭也未說很安心 那種 分數就選了很多 今季跑了四次 但是他的表現 以他來說 有點失色 我覺得這張登傑彩 沒什麼鋒膜 你見他撲起來 都不厲害 而且看完賠率 今季四場的 場地都很爛 好像沒什麼信心 真的馬房成績這麼好 有些個位評分76分 現在都下來了68 繼續看看其他馬 5號 精選威 剛才你也提過 變數就是眼罩 上次也是季內 復出第一局 那組對手很兇 為港智能今次標之科學 你當他的那局 是士多科學大集而來吧 他確實在神操跳 熱身一局是好一點的 因為始終上次 都休息了接近半年 所以這些馬熱身 是有些進展的 都不差的 上一場可以追得 但是你見復科學 都繼續摸著 不過沒辦法 當然是騎手11的 你又棄威心跑 這隻馬其實是菊草起家 這隻馬 看一隻6號了 中肝二膽 這隻我記得在黎超聲 一接手的初期 那些閘是試得挺吸引的 但又跑了兩場 又一場黎地 又一般地 上次又沙田千怡 但今天又抽過外袋賀明烈 這隻馬 這次又是菊草 每次都不同的巧度 你計上去上季 贏了一場四班 其實贏的馬也很厲害 百老高超 加州威勝 那些今季都有表現的馬 但無奈今天 你要留到效果 就好像難追 是 贏了就贏了沙田 這隻馬 都不太硬 這隻7號 閃耀星光 暫時出來很急 這兩三個圈 拼頭拼計 都完全不安定 這隻閃耀星光 很多小動作 這隻閃耀星光 夾了兩個月沒有跑 但變化就不太大 上季已經流鼻血了 這些自扣馬 都未說適應 那已經健康有問題了 馬房都繼續靜 一隻狗了 羅副傳另一隻 幸運旅程 畢竟在這個三班 現在這個階段 是有點下風的 上次不是不追 不過追少少 前一波贏了一場 四班 潘頓 四重彩 這隻幸運旅程 因為始終都是一隻路程專家 還有排內檔 他真的會跑高 內檔要外檔 不要 上次中間 真的跑中間的名次回來 很穩定的演出 班德麗也騎慣這些馬 還有這次有個內檔 都可以做配角 暫時是二十倍 好,看看大熱門 十幾號的雪涌神區 上次一出來 都已經是讚他一筆 都不像是三歲的愛爾蘭馬 當然他是拍賣馬 可能來香港時間久一點 但他出來了很乖 上了馬 匯約感有 他走一圈都已經生猛一點 神粗 又不願離開 這些馬 反而年輕馬 文靖 就更好一點 不要那麼多佼佼鎮 扭扭凌凌 七八萬的拍賣馬 出馬就贏了 很大寂寞 想跑大賽 看看這次要 如果贏得也要盡 贏得也要盡 贏得遠一點的話 要博一些加分 看看金莊嶺 十二 外觀我覺得他是好 但你看他的部署 好像都是瞄著下一個班子 是 泥地 現在是谷草仙義 你看近期姚本輝 班尾的馬 同盟力量 剛剛跑完全民戒指 都是類似的 報一些自己 不是很擅長的路程 很清晰 是這個 招計就是 是 鑒不了我們符鎔莊 衝是第三 符鎔莊的路程 符鎔莊的路程也適合 這隻谷草就不太好 叫做近 近 還有一顆龍珠也沒看到 是 出去了 初出的 剛剛也看到了 這隻也看到了 10號 超級龍珠 不過他已經快五歲半 外地 勝出的千二右轉 水準又如何 有些感覺 勝出的水準 是最後才好 報民幫他贏 但是 初初是很普通的馬 五歲半 圖這隻馬 出來了 扭頭零計都很厲害 都不太穩定 龍珠很難找 龍珠很厲害 還超級 好了 看完馬了 這場就選了一隻三號 指雲兵 但是當然其他很多都不錯 選一隻 簡單單 行圈方面 二號的連連有型 初次來到谷草 這隻馬蠻聰明的 當然不是計那些形勢 是計行圈的 第九場 就是今天最後一場 尾場 超級龍珠 長者的 深水 就是11號 和1號 11號 今天出來還很乖 樹用神區 另外 上中馬都很有活躍感 這匹樹用神區 出到跑道都很爽朗 躍進之機 一匹是很準成的馬 雖然未背過那麼重磅 但是真的很中心準成 另外指雲兵 我還是選了11號樹用神區 看看這匹馬可以有多少在手 另外1號 躍進之機 很準成 和上次看了空 走到外跌 回來其實 他還是贏得輕鬆的 另外還有2號 連連有型 就是一招擺在前面走 看看走到多少回來了 對 今天臨場的連連有型 這些跑法 相對來說 是賺點的 看看組段有沒有馬 頂他 看看全龍鞠 對,那隻八都會走 如果他一隻走 當然是正 連連有型 除非你好像中生未來 突然一撲出來 起步快一點 快很多的 那就不同了 又是高東來 會不會真的起步又快一點 這隻漆 剛才上了馬 都挺頑皮的 一味上中前的頭 想丟一下盆明輝 下來 星選威今天也不是很冷 12倍的邊線馬來的 也是菊草主場 本身 我們看看Janny怎麼選 Janny選擇2號 連連有型 走投的 然後有9號的幸運旅程 1號月盡知己 和3號的子雲兵 美場的賽事 即將都舉行了 另一組的三班千二米 成為熱門 全熱門 這隻雪涌神區 星班 也都完全是 非數上是硬正到不得了 好了,完成好這個點名工作 馬拔也都準備入閘 先來張登傑彩 金莊令 再來是精選威 8號馬的全龍區 中竿二膽 落到兩倍 雪涌神區 也都入了 幸運旅程 超級龍珠 超級龍珠 也是有點脾氣的 馬 全身都汗 9號馬 幸運旅程最後階段 有陣飛的 Win Play齊樂 好了,終於搞定超級龍珠 然後輪到一 越進之機 好了,也都搞定了 再來是連連有型 閃耀星光 最後入閘 指雲冰 好了,尾場的賽事 又是時候 交給你了,浩然 全部馬分準備 拖擋九場賽事 三班千二個短途賽 一枝獨秀 大二門十一 準備 好,跳出來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有全龍區 雪涌神區 外面連連有型 三隻馬比較快 第四位 粉龍眼罩精選威 第五位 智雲冰 後多層 內蘭紅衫 閃耀星光 拍著他紫色衫 還有幸運旅程 後面五隻馬 超級龍珠 張登傑彩 就在尾四 再後面的馬 還有越晉之紀 後面那兩匹馬 中乾二膽 還有金狀齡 去到對面 直路尾 連連有型 快放 走中間佔先 全龍區 就第二位 落後了個幾身位 第三位是雪涌神區 第四位 指雲冰 內蘭第五 粉紅眼罩精選威 第六位 紫色衫 還有幸運旅程 第七位 還有閃耀星光 後面五隻 張登傑彩 超級龍珠 越晉之紀 後面兩隻 金莊令 中乾二膽 入青直路 連連有型 和全龍區佔先 但是雪涌神區 三幾個戰步 已經上來了 外面位置還有指雲冰 後多層的馬 就是幸運旅程 最後一百米左右 雪涌神區 都將這隻 跑法方面和上次又不同了 結果升八 打打打贏 拿到特別獎金 一百萬 雪涌神區 最後2.1倍 還有美會 何摘耀 三邊 跑第二名 1號 月晉之紀 報名又第二 很多第二 第三名 又衝上來了 12個金莊令 梁家俊 第四 9號馬上運旅程 班德麗 金莊令 金莊令 仍是很好狀態 出閘是第一隻 最快的 有些芙蓉莊 偶爾又衝上來了 又要等一等 可能 月晉之紀 欺如其分 對手這麼兇 對手 對呀 還有副綁爪 綁爪 對呀 很厲害 雪涌神區 看看他可以上到多少 對呀 其實步速都很快的 前面一隊在那裡鬥笑 他跟著第三位 站定面次 11號 1號 12號 9號 第1個重播 9場賽事 3班12個短途賽 一枝獨獸 大二門11 準備 好 跳出來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有 全龍區 雪涌神區 外面連連有型 三隻馬比較快 第四位 粉紅眼罩 精選威第五位 智雲兵 後多層內蘭紅衣 閃耀星光 拍著他 紫色衫 還是行運旅程 後面那五隻馬 超級龍珠 張燈結彩 在尾四 再後面的馬 還有月晉之紀 後面那兩匹馬 中乾二膽 和金壯齡 來到對面 直路尾 連連有型 快放 走中間佔先 全龍區 第二位 落後了個幾身位 第三位 雪涌神區 第四位 紫雲兵 內蘭第五 粉紅眼罩 精選威 第六位 紫色衫 還有幸運旅程 第七位 還有閃耀星光 後面五隻 張燈結彩 超級龍珠 月晉之紀 後面兩隻 金壯令中乾二膽 入青直路 連連有型 和全龍區佔先 但是雪涌神區 三幾個戰部已經上來了 外面位置還有紫雲兵 後多層的馬 就是幸運旅程 最後一百米左右 雪涌神區 越大越脫 後面的馬 見到裏面 月晉之紀 外面追上來還有金莊令 中間就是幸運旅程 雪涌神區 好 看看預計派彩了 跑第一名就是十一號的雪涌神區 獨人派二十一元 位置派十二個半 跑第二名一號的月晉之紀 位置派十七個半 跑第三名就是十二號金莊令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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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